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讲 都会更喜欢这种很有趣的东西 所以对我来说吸引力是蛮大的 也是很热爱去把自己的精力去投入在里面 感觉就是年轻人更知道当下年轻人需要什么 让大家更轻松地去接受这些文物 我们可能会应用一些更新的一些技术 来做修补的一些工作 年轻人在团队中学习速度非常快 创新性就比较强 把方法应用在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和保护的过程中 我们在做这个信息技术和文化遗产相结合的时候 发挥自己的一个专业特长 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让文物更好的传播 然后让我们的文化传承得更远更久 感谢您的观看 您的观看 让我们的观看 我们的观看 您可以发现